哈喽,大家好,更新一个本田思域1.0T的证实啊 这个鸡油棒是没有点的,这个鸡油棒这个皮带随便挂 曲轴,这个点,冲这三角 图伦轴,图伦轴这个它是跟钢盖平行的 这边也是 然后在图伦轴的瓦盖上,这有记号有核 这边也是,有记号有核,这证实很简单 还有这个仗影轮啊,正式皮带这仗影轮大同小仪,基本上都差不多 这个,这个箭头指的方向就是旋转的方向 旋转到什么位置呢,不要凭着自己去摸皮带 松紧呢,不要凭着这个感觉,它是有标准的 这个核,这个三角,当它俩对到正中间,对到一起的时候 就是正合适的位置 这个车正式皮带挺重要,这是一个油性的正式皮带 它在油里边炮着,所以说对机油的要求是相当标准的 必须按型号夹,而且到公里处必须换机油 而且十万公里以后,必须换掉正式带 要不然它会造成很大麻烦 这个正式带长时间在油里炮着 到十多万公里以后,它就会陆续的掉毛脱落 先骑就是各种微微提的阀啊,滤网啊,包括这可变轮啊,机油泵啊 它都会导致堵塞,说不定哪个量,而且查还不好查 严重了就会导致爆瓦,拉缸,很严重 哈氏到外陶瓷,有需要维修保养的可以联议我 价格实惠,不做一滴加机油,保证质量